南投人爱亲爱村的村民 用着自家的小山猫 忙着清理冲进家里的土石淤泥 但满满30公分厚的泥土 根本清不完 太阳都已经出来不知道第几天了 还是没有资源要进来 这些影片都是村民自己拍下来 放到网路上求助 无奈呐喊人爱乡暴雨成灾 重创山上部落 土石冲进村内 道路一度中断 6号路通了之后 大家忙着清理家园 但人手不足 重机制又无法进村 家内淤泥很难清 还有一个家里是群伙 都是属子流啦 不能住啦 剥路人都是老肉 你帮上也没有支援人力啊 然后又忙着一直农路 农路几乎也都断 大家都在抢冲这些 后来昨天国军有来 他们说会回去 呃成道上级 昨天晚上相传给我们的答复 是说国军不可能进来帮 呃私人的家啦 村长说 目前还有十户的住家被土石流覆盖土地 无法清理 虽然9号国军有进村帮忙清理巷道 但他们无法协助清理住家 只能亲公共场所 村内大多都是劳弱妇孺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帮帮忙 进入清爱村的会有29台的机具 村养的话是直接军车 他可以通行的是小行车 就是说现在正在协调 男朋友也是一样 县福已经和国军协调过 国军在10号早上派出大型机具 进驻清爱村 并分组清理公共长玉和住家土石玉泥 协助居民快速清理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